簡單觀念題 同塊的密度是9,切成2比1的兩塊 請問你,比它大那塊密度多少?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密度是特性 同樣的存物只有相同的密度 密度不會變,通通都一樣 所以大塊小塊密度通都一樣 大塊小塊整塊,都一樣 所以原來是9,切開之後還是多少? 還是9,所以答案是一個考觀念 很簡單吧,要考觀念,簡單 可以 請問你,給的密度7.9 400塊,切成3比1 請問你,兩塊的密度幾比幾? 兩塊的密度幾比幾? 15號 請答案 A 請說 答案選的是A 關係的密度是一樣 不會變 所以就是1比1 簡單吧 小小的給它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特性 請問你,誰跟別人不一樣? 誰跟別人不一樣? 誰跟別人不一樣? 學測考過 少玩就問他是誰的 我給你四五個金屬 請問他是誰? 可以告訴他們他是誰? 請問他是誰? 請問他是誰? 就是看密度 好,請問你 誰跟別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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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叫做 帥哥男 為什麼找不到帥哥男? 四號 三五 誰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起,你說誰? A 你選A喔 好 同樣的金屬有相同的密度 如果密度一樣就是同一種金屬 所以密度就是 V分之N 體積分之質量 往裡面算 這個算出來是9 這個算出來Burr.8 差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會有 誤差 誤進去 但是不可以差太多 那表示我前面寫說 不是3.0 或是3 應該是27 沒有.0 沒有0 應該是27 沒有0 然後呢 米的密度 因為每個都是 米的密度7.2 米的密度不2.9 所以誰最不一樣? 米最不一樣 所以不同金屬 當然選C 因為我那個答案題目裡面寫錯了 那個假的質量應該不是270 應該是27 因為我的算出來是27 我的計算結果是27 所以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的答案會變成假 因為假變差最多 OK 所以這就是 反正 反正重點是 就是算密度 密度一樣的就是 同樣的金屬 密度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金屬 剛才你講過 隨著考的題目 我給你5個金屬的密度 然後問你它是誰 看錯的看 它跟誰的密度是 一樣就對了 就是我們計算的想法跟做法 好這裡面出了點小錯 不過意思是這樣 OK嗎? OK 證 re OK 色好 tracks offer